汪小菲和DICE连日来的战争在张兰加入后 不只大家每天都有戏看 边生源儿子边带货的张兰 更是将业绩创下新高 光是酸辣粉单项产品的销售 而就已经卖破2.6亿台币 而昨天她才带儿子汪小菲 向DICE发出10点声明 表示我作为母亲 了解孩子的委屈及大度 不得不代表她说出她的苦楚 也希望事情到此为止 不过没多久该天后文则被删除 她还在直播中穿着绿衣 半起绿茶乳饭 半套餐 想趁机暗酸DICE最专业 跳了一天了都不跟你都找来了 嗯 跳什么有什么 我们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卤肉小软饭 哈哈哈哈哈哈 八香啊 到手八重啊 对 一二年间到手八大丸的 对 这表 这表 哈哈哈哈 这表有吗 不止如此 还有网友留言说要买纹身戒指 张兰立刻就从化妆包掏出眼线底 在手指画了个戒指 还调侃这个只是三克拉的不够大 然后又在脖子上也画了一个纹身 玩起大S3G军夜的纹身婚戒梗 甚至还有人要她卖床垫 张兰也一口答应 网友看完这波操作都笑风直呼 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大 你们家让我心情好一整天 汪小菲整个很迎世界杯啊